曹操 曹操字孟德 小字阿满 嗜好魏武帝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 东汉末年 汉家天下突崩瓦解 各方势力纷纷起兵 为了争夺地盘 扩大势力 彼此之间是混战不休 天下大乱之际 深陷苦难的 当然是寻常百姓了 战事连绵 他们流离失所 四处逃亡 不是死在战乱之中 就是死于饥荒瘟疫 到处尸横遍野 汉末人口 从六千多万 直接锐减到了三千万 死亡超过了一半 在这乱世之中 董卓 袁绍 袁树 曹操 吕布等各路英雄 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胸怀大志的曹操 很快就脱颖而出 他决心要结束混战 统一天下 曹操在沉流起兵 带着三千人马 就去讨伐有几万大军的董卓 最后 当然是大败而归 还身受重伤 可是曹操毫不气馁 很快重振旗鼓 接着 在三战徐州之后 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吕布 下一步 南征袁树 刚巧 袁树还病死了 其部下 居兵投降 凭借着过人的胆识 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征战多年的曹操 势力见长 终于迎来了人生中 最关键的一战 关渡之战 此战的敌人 是雄霸北方的袁绍 袁绍 率十万大军而来 曹操 则只有两万 势力悬殊啊 但曹操迎难而上 没想到 这一打就是半年多 打到最后 曹操已经是粮草殆尽 负责运送粮草的士兵 是疲惫不堪 他们光着的脚 也都磨出了血 曹操看此情景 振臂一喊 大家 再辛苦十五天 我一定为你们 打下袁绍 听到胜利就在眼前 士兵们 马上振奋起精神 重新充满了斗志 后来 曹操带兵 齐袭袁绍 最终赢得了 这场战争的胜利 随后 曹操一鼓作气 终于统一了北方 建立了魏国 曹操去世后 他的儿子曹丕 还追尊他为魏武帝 曹操用武力征服了天下 成为了一代帝王 也用笔征服了文坛 成为了一代 杰出的文学家 一方面眼见乱世的凄凉景象 曹操的内心非常激扬 提笔便是 铠甲生几尸 万幸已死亡 白骨鹿鱼野 千里乌鸡鸣 生民百一一 念之断人长 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的创作风格 另一方面 拥有着广阔胸襟的曹操 也时时不忘在诗歌中 抒发自己的远大抱负 53岁的他更以磅礴的气势 挟出了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 豪言壮语 体现了昂扬的斗志 和刚剑的比例 诗歌成为了曹操抒发感情 表达志向的最强力气 豪力行 观仓海 龟催兽 端歌行 都成为了 快智人口的名片 而这种慷慨悲凉 刚剑有力的创作风格 也成为了 这个时代的代表 下个视频 我们将学习 曹操的豪力行 大家快去 答题抢金币吧